各位 让我们欢迎 丸子新选面墨代言王一博 欢迎一博 一周一见 OK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丸子新选 我们的应该叫做发光时刻 现在都是你的高光时刻 发光时刻年度品牌界面会 我是主持人郭刀 接下来让我们的代言人 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一博 帅不帅 OK 今天呢 我们要邀请一博在现场 跟我们的丸子新选 以及线上跟现场的朋友们 一起完成一次不一样的互动 其实我们说到 今天不是发布会 是见面会 因为一博最近很忙 又在拍戏 又在录节目 还准备总决赛 当然今天这个机会 也让大家近距离的 跟一博一起放松一下 通过我们的丸子新选 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繁忙当中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 保持最好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 给大家带来一次不一样的接触 我们先回忆一下 哇 上一周播的节目太燃情了 我觉得你都快落泪了 是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很激动吧 很激动 对对对 OK 你们看了吗 哇 一博王炸 总决赛 马上要来了 抢票 希望你们够幸运 当然我觉得今天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关键词 要跟一博在现场慢慢分享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道具 要跟大家来见面 这个道具当中 有很多你们熟悉的关键词 我们叫做发光墙 看一看这些关键词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关键词 需要一博跟你们一一来完成 我们先把关键 我们先把这个发光墙 推上舞台好不好 来 看一看 熟悉吧 来一博 你就在这边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几号 85号 然后这边还有葡萄 滑板 摩托 还有我们的发光瓶 以及我们的 这个代表着熬夜 其实我要问问一博 这些关键词 都跟你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一个一个翻开 看一看背后代表着什么关键词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你觉得你第一个要翻开哪一个 先翻开这个吧 翻开熬夜 上来就熬夜啊 好 我们看看熬夜代表的关键词是 发光KO熬夜机 这个我们回来 到舞台中间来聊一聊 其实说到了熬夜这件事情 你们熬夜吗 不怕变成秃头女孩啊 怕 但是我跟你讲 比头发更可怕的 变化最快的是皮肤 其实熬夜对皮肤的伤害真的很大 比如说第二天肤色不好 然后呢 看起来脸色有点怪怪的 并且皮肤很干燥 这都是熬夜造成的 但是 其实很奇怪 一博其实又拍戏 又录节目 其实作息有的时候 不是那么的规律 你怎么保持一个好的皮肤状态 其实最好保证的一个 作息的规律时间就好了 虽然熬夜的话可能 你一直熬夜其实就没事了 但如果说 一直熬夜 当然一直熬夜是一种 你的作息就彻底改变了 对 作息只要保持规律就没有问题了 是 但是如果不规律的情况下 我会选择负面膜 负面膜对不对 而且接下来要说到的是 其实 说到了我们的丸子心选 就是要跟大家 关键词叫做 KO 熬夜机 熬夜的话 除了像一博说的一样 让自己的身体去适应这样一个时差的感觉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用一个非常棒的 也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特别厉害的一个法宝 去改变自己的我们的肤色 叫什么 叫做发光小银罐 这个自己有用吧 代言人的话 当然当然 感觉怎么样 非常的水润 然后也很舒服 是不是 对 用完之后 如果说前一天你不小心熬夜的话 第二天或者在晚上睡觉前 敷一些在脸上 作为我们的一个应该叫做改变肤色 或者说是改变第二天 气质状态的一个法宝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现场 跟大家要推荐这样一个神器 可以去KO我们的熬夜机 我们马上邀请一博跟现场的朋友们 跟随我们的专家们和老师们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邀请到的是 丸子星选品牌总经理江芬女士 和我们的品牌实力担当 丸子顾问团的成员们来到舞台 欢迎各位 来一波我们要把这边稍微移步一下 有请各位 这些就要跟大家一一来揭晓 我们的小银罐 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熬夜神器 让你第二天的肌肤保持一个非常棒的状态 有请各位 欢迎大家 哇一会儿这些又要好好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有很多技术 技术成果的老师们 欢迎各位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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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好 接下来 这些呢可以说都是今天要跟大家 一一跟一博 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分享到 我们的小银罐背后秘密的成员们 我们先请江老师来回答个问题吧 好的 大家晚上好 我是江芬 那为什么会有丸子顾问团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到丸子心血 丸子顾问团 都有我们的丸子 对不对 那谁是丸子呢 其实很简单 丸子是呢 我们品牌成立初期的 我们的第一位的夫妇顾问 就叫丸子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更希望 为什么叫丸子心血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不忘初心 坚持聆听消费者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品牌叫丸子心血 那在整个品牌发展的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为了更好 更专业的服务我们的消费者 然后我们整个丸子顾问团 加入了我们的皮肤科医生 然后我们的植物学的专家 然后以及我们这种纳米的医学专家 以及我们的妇妇顾问团 共同打造了我们的丸子顾问团 好 所以其实我知道我们的丸子心血 是要做到一对一的去聆听 每一个人的心声 那接下来既然我们的江老师 已经介绍到了这么厉害的丸子顾问团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 我一直很好奇丸子到底是谁 我们主动请这一位举手一下好吗 哪一位是我们的丸子 这一位就是我们的 应该叫做很厉害 我要介绍他的全称 其实他是我们顾问团的发起人 并且是以皮肤咨询师的身份 服务过万家用户的丸子老师 Ebi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丸子 那很开心能够作为皮肤咨询师 加入我们的丸子顾问团 那未来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用户一起探讨 怎样维持一个好的肌肤状态 你觉得一博的肌肤怎么样 特别好 完美无瑕 完美 对 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就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好的状态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这一位厉害了 这一位在我们的顾问团当中担当的是我们的医学顾问 是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主任郑志忠 郑教授 欢迎您 各位 大家好 很高兴啊 丸子顾问团 用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吧 因为我做了52年的医生了 那个给丸子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帮助大家夫妇方面 有一些有益的穿好 谢谢 好 谢谢 欢迎我们的郑教授 你看还有 都是大有来头的一博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是我们的技术顾问 国家纳米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纳米制级方向的学科带头人 并且拥有着授权专利技术三十余件的刘卫 刘老师 欢迎您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国家纳米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刘卫 那么非常高兴我们和丸子心血 那么同个多年的工程研发 那么我们开发了一种具有优异的护肤功效的 这个化妆品的功效原料 就是苏万修 那么苏万修呢 目前也在这个丸子心血这个产品中呢 得到这个非常好的应用 好 欢迎欢迎刘老师一会儿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纳米为什么要在我们的小银罐中出现 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成分 接下来要介绍这一位是我们的成分顾问 从事植物学研究 超过36年主导开发过 数百款植物功效产品的蔡亚蔡教授 欢迎您 大家晚上好 我是长期从事植物功效成分 用于护肤的研究的蔡亚 长期在英国和中国从事这方面研究 我希望在未来的话 我们一起用更多的更好的化学功效成分 来把我们的皮肤做得更美更白更年轻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您 接下来还要介绍的这一位要一博跟大家一起认识的 是我们顾问团中 他的担当是护肤趋势顾问 在美容行业深耕了20多年 并且多次参加过国际美容趋势的发布 洞察着消费者的需求 让我们欢迎到的是 焦燕焦老师 欢迎您 你好 欢迎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加入丸子顾问团 那我希望呢 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跟丸子新选的粉丝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探讨国际一些流行的护肤趋势 以及我们粉丝们对于肌肤上的一些问题以及痛点 那么因此呢 能够跟几位教授和老师们一起开发出适合我们中国年轻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护肤产品 谢谢大家 欢迎焦老师 接下来这一位是丸子新选的代言人担当 王一博 其实要说到 我觉得这样一个见面很有意思 其实每个人都是顾问 因为有了好的产品 好的我们的科技人员 好的代言人 才让大家看到一次发光的机会 还是要谢谢 谢谢每一位在背后为我们做科研的各位 我们的嘉宾们 谢谢你们 好的 既然我们说到了一博是代言人担当 那接下来你就要作为代言人 向各位老师提出几个问题好不好 看一看到底为什么我们的我们的小银罐有这么厉害的功效 来这边我的问题准备好了 递给你 接下来第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郑教授来回答 好不好 来一博直接提问吧 好 熬夜对皮肤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呃 大家知道我们那个熬夜啊 呃 会对皮肤有很大的影响 你看那个我们年轻人很多熬夜 脸上的痘痘多不多 老师这个时候 扫了一眼一博扫了一眼我 直接就对他对我说话 好 痘痘很多 哎对我是 痘痘多 而且头皮会很有 对不对 还有呢 因为这个熬夜呢 是我们身体里面 会呢 产生很多氧化自由基 而自由基的氧化硬性反应 是我们皮肤产生 银振因子 银振因子对我们皮肤呢 一个是使皮肤衰老 另外呢是般形成 比如说你要经常熬夜的人 你看他经常会有黑眼圈 哦 所以这个呢 就会对我们整个脸呢 就显得这个灰尘尘的 嗯 没有生气 没有那个亮度 不像我们一波啊 大家看上去很亮 对不对 很亮 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 尽量不要熬夜 好 所以说其实熬夜 大家可能觉得说 哎我就补一觉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他对皮肤 甚至对身体的一些损伤 是潜移默化的 这熬夜尽量避免 但是在熬夜 如果要进行一些修复的话 接下来我们邀请一博 向我们的蔡教授提出第二个问题吧 好 发光小银罐 怎么解决这些熬夜的皮肤问题呢 哎 答案来了 这个的话 主要是刚才郑教授讲 针对这个 我们皮肤熬夜产生的自由基 来阻挤它 那么目前的话呢 最先进的技术 就是白泥露醇 也就是我们这款产品里面的 它主要来自于皮桃皮 葡萄的皮和籽 那么它的作用的话 其实抗氧化的东西很多 但是像白泥露醇这样子的话 结构上很巧妙 不大不小 水溶性有 油溶性也有 另外它这个的话 由于它的结构的特殊性啊 它是一个我们叫健本二分 它对这个整个皮肤这个变化 特别是产生黑色素这些方面的话的话 它是最强大的一种捕捉的机制 所以说这个产品的话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来帮着我们 由于熬夜产生自由基的清除 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是 老师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 我们再重复一下 一波跟大家记住 叫做白泥露醇 这个其实是一个 应该叫做植物精粹吧 在植物当中提取出的一种成分 也是让大家去对抗 自由基的一个法宝 既然说到这个白泥露醇 我们接下来 要不要用实验的方式 让一波跟大家看一看到底 我们的小英冠有多么厉害 对眼界为时吧 眼界为时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拿上我们的实验道具 请出我们的实验老师 欢迎 欢迎二位 来 我们接下来 还是请我们的老师 带着大家一起完成实验 好不好 来一波 跟大家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 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紫色的液体 它是一个比较不常见的 国内外通用的一个检测技术 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 它是紫色的呢 说明它存在的大量的自由基 好吧 蔡教授真的是一个非常 就是教学类的这样的老师 那么我们的叶博和我们的专家呢 把这个产品的话 加一点点放到这个液体里面去 是 我们现在拿到的其实就是小银棍 对不对 会不会发生奇迹 我们直接加进去 然后会有什么变化 慢慢搅拌一搅 通常你可以开始看到 它这个颜色越来越淡 一般的两三分钟以后的话 它整个颜色就消失了 那么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的话 说明整个这个液体里面自由基的话 已经全部被抓住了 消除掉了 所以现在就已经可以了 对 那接下来要干嘛 我们要看它的变化吗 还是 对 它会变成颜色越来越淡 颜色越来越淡 说明它里面自由基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待 五分钟左右就可以有变化了 两三分钟应该就比较好了 你信吗 他这么说了肯定是 是 是这么说 但是五分钟之后 我们还要看一看 蔡老师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测试方法 好吧 我相信一定会 点电为时嘛 好 谢谢 谢谢蔡老师 谢谢二位 我们稍五分钟来看一看 带着一博跟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的小银罐 有着这么厉害的变化 好了 接下来 那我们实验先稍作等待 我们接下来有请一博 接着来提问吧 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 要向我们的刘教授来提问 想问一下这个小银罐 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的确 这个产品呢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 树安修这个功效原料 那么实际上这个原料 我们采用创新的这个 精疲供输用技术 那么可以实现这个 不同作用机制的 功效成分的这个 协同真相 那么使它的功效 更好地发挥出来 主要是这么一个技术 所以说其实 我们的是纳米技术 跟我们刚才说的 这些植物精髓 结合在一起 对 渗透更好 让大家更快地 肌肤中感受到 我们的发光的作用 对 因为这个 就是这个 精密给药 这个纳米输用技术 也是我们团队 20多年的研究成果 我们从90年中期 就开始做这一块 那么过去我们叫精密给药 对吧 精密给药 那么功效化 明这些功效成分呢 实际上 它也是要进到你皮肤里去 而且在皮肤特定的 把部位 把细胞要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 一个输用系统 实际上更好地 把功效发挥出来 好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还是那句话 隔行如隔山 虽然说跟他老师解释的 非常的应该讲 叫做应该是 深入浅出的 告诉我们背后的一些故事 但是还是希望 各位体验完之后 才能真实地了解到 我们的小银罐 到底为什么这么的厉害 这么多高科技 好 既然说到小银罐 我们就要今天让他发光 要点亮他 我们邀请一博 跟台上的各位 一起完成我们的点亮仪式 好不好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推上我们的小银罐 有请 来 各位 这个是放大吧 这over size 小银罐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呢 要买回去看一看 食物其实更漂亮 更发光 好 一博来 我帮你 接下来 我们有请各位 要把手放在我们的小银罐上 我们要倒数三秒之后 点亮我们的小银罐 见证我们的发光时刻 看一看 你的肌肤会不会像小银罐一样 一一发光 我们全场倒数三秒 来 三 二 一 是的 现在点亮了我们的发光时刻 我们的小银罐 点亮你们生命 每一个非常棒的 好 再次 谢谢 谢谢一博 也要谢谢各位 我们顾问团的老师 接下来请一博 还有江总留在舞台 再次谢谢各位顾问团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江总我们到这边一步一下 其实刚才说到了小银罐 让大家觉得说 你看刚才我们的顾问团 说了那么多厉害的背景知识 五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吧 还是要再等会儿 应该差不多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一步到舞台中间 邀请一博 跟大家看一看 刚才说到的 非常神奇的小银罐 会不会通过我们的实验 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来 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实验结果吧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换 就是刚刚的这两瓶 我们的实验之际哦 一博 最直观的描述 颜色变了 颜色变了 这个变得看起来颜色浅了很多对吧 对淡了一些 淡一些 所以问一下江老师这是为什么 对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刚刚刘教授也有介绍到 那原因是我们小银罐里面的这个精华呢 是可以清除破坏我们肌肤的自由基 所以自由基清除之后呢 这个水就变得清澈了 那你的肌肤呢 也会变得透亮 非常简单的原理 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在你的皮肤当中 慢慢让你的肤色改变的一个过程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这个实验 让大家很直观的看到了 我们的小银罐怎么样在你的肌肤当中 让你的脸色 如果熬夜的话 会变得非常的 应该叫做看起来清亮 并且去黄气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 应该叫做发光墙的关键词 我们这一趴邀请江老师来翻一个吧 您来翻一个关键词 要翻出哪一个 好的 那我们就翻今天晚上的主角 发光小银罐 小银罐 来我们看看背后的关键词是 三二一 发光画画传递 好的 那这一趴 我们的江老师翻出的关键词 是一个互动关键词 我们首先谢谢 谢谢江老师的互动 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 我们会邀请两位粉丝 来到舞台上 跟一博一起完成一个小小的互动 我们先在会动之前 先来给大家送个福利好了 今天现场有很多的粉丝朋友来到我们的见面会 我们有请一博直接喊 一会在大屏幕数字滚动的时候 你喊停 看一看我们第一份福利会送给现场的哪两位朋友 好不好 好 来吧 大屏幕开始滚动 好 停 第一位 93号 恭喜 恭喜这一位朋友 来 大屏幕 继续滚动 停 189号 恭喜这两位朋友 稍后我们会获得 丸子新选送给你的一份礼物 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可以去工作人员兑换属于你的礼物 OK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画画传递时间了 我们会请上两位粉丝来到舞台 跟一博一起完成一个 你画我猜的游戏 如果你跟一博 够心有灵犀的话 那就会获得一份大礼 来吧 我们找两位幸运的朋友 在哪一边 好 那一边你准备好了是吧 来 有请这两位 欢迎二位 来 一博我们稍微往这边一步一下 欢迎 欢迎二位 你们两位平时会画画吧 应该 化妆看得很厉害 画画应该也不错 我觉得 好 接下来 我们邀请二位拿出画板 每个人呢 一会儿呢 会有限时十秒钟的时间 第一位女孩子会看到一个关键词 十秒钟画完之后传递给第二位 十秒钟之后 一博要来猜 他们画的是什么 你OK吗 好的 你好的 你俩OK吗 十秒不短了 一笔画 好吧 我跟你讲 都非常简单 而且一定一定都很熟悉 好 接下来 你先转过去 面向一博 你来看一下 关键词是什么 看到了吧 好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啊 来 十秒钟 计时开始 这个小哥哥很有意思 关键词 什么什么什么 好好 来 三 二 一 好 这个女孩子 转过来 给她看一下 好 停笔了 停笔了 你要来画出来 你也不用照着抄吧 三 二 一 时间到 你们两个同时给一博看吧 你们觉得这是个什么 看不出来 努力猜一下 好吗 就是 我跟你讲 她其实跟熬夜有关系 啊 她跟熬夜有关系 什么 你确定吗 他们说的 他们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他们说的对吗 他们看到的词 应该就 没有人 没有人看到那个词 只有这个绿衣服的小姐姐看到了 你确定是熊猫 确定 熬夜会变成熊猫是吧 会不会是熊猫 来 我们就请这位小哥哥看一下 答案就是 熊猫 OK 好了 接下来 那两位 算是靠大家的智慧猜对了 让一博 那 这样 我们还是要送给他们两个一份礼物 在台下 可以领取一份我们的丸子新选送给你们礼物好不好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好了 接下来 我们的游戏 还要继续 难度要升级一下 接下来要送给 要请出这两位画的 这一个关键词呢 跟我们的小银罐有关 来 尤其我们的 接下来的两位粉丝来到舞台 我提示了 跟我们的小银罐有关系 看一看会是什么礼物 来 有请后面的两位粉丝 好的 三位这次是 好 来 谁来第一个看 你来第一个看 来看一看是什么 后面两位先轻扭过去 啊 开始了 你确定我们猜得出来吗 三 二 一 来 中间这位白衣服的女孩子 扭过来 三 二 一 最后这一位 来看一看 三 二 一 停笔 三位一起给一博看一下 你们的作品 是什么 一博 这个会是什么呢 葡萄吧 你确定吗 给大家看一看 你们画的是什么 你们觉得是葡萄吗 啊 太小了 啊 这个是不是葡萄呢 一博觉得是葡萄 为什么 跟葡萄有关 前面两个是葡萄 最后一个是什么 你最后一个画的是什么 我看一眼 我我看 给大家看一下 啊 你这是碎葡萄吧 或者是葡萄皮 好 是不是葡萄 来我们请小哥哥公布一下 哎 没错 就是葡萄 我刚才提醒了 跟我们的小银罐有关 因为我们的葡萄当中 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白地卢醇 所以呢 为什么会是葡萄 葡萄也是让大家抗氧化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水果 恭喜恭喜三位 我们也 以及葡萄皮 你画对了啊 也可以领取一份 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OK 其实刚刚这两个小小的互动 就是让大家知道 熬夜其实大家最直观的 就像刚才顾问团说的一样 会变成熊猫 会有皮肤改变 或者是熊猫眼出现 那刚才我们说过的 通过我们的小银罐的一些 里面的植物精粹 会改变你这样一个皮肤状况 这也是这两个 让大家记住的关键词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其实要说到 今天我们还是要多多的 来给大家送礼物 我们再有请一博现场抽取两位朋友 送出我们的 丸子星选的礼物好不好 好的 好吧 大屏幕开始滚动 停 哦 111号 哇 厉害 真的是一波 一波的王炸 接下来大屏幕继续滚动 停 202号 恭喜这两位朋友 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可以去领取丸子星选 送给各位的一份独家好礼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互动 呃 要说到了今天 其实更多的是要跟大家用游戏的方式见面 看到这边还有几个 应该也是非常熟悉的元素 一波你选择一个吧 你觉得想翻开哪一个 你自己来直接翻吧 好 这个是你问我答 接下来要考验一下各位是不是有认真的去了解 刚刚我们的顾问团老师说到的一些关键词 我们马上要邀请一波跟大家一起在台上出题 随机我们会在现场来找几位粉丝 如果你答对的话我们会送给你们独家礼物 来我们看第一题是 自然有光这个我们的TVC广告看了吗 是三个不同的场景 一波带当中做了很多应该叫做跟自然跟科技相关的事情 各位看了吗 看了吧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自然有光当中一波在第一个片段哦 我们先有顺序的想想 第一个片段当中一共跳跃了几次 A两次 B四次 C六次 接下来我们邀请一波直接在现场来选择一个数字好了 我看一下我们的号码数字是在 90到230号 你选一个数字吧 123 123 来123在哪 123 123 123这位粉丝 我们工作人员赶紧去把麦克风递给他 看他能不能抓住这次获得礼物的机会 好 123不在 那321在吗 没有321 123在吗 确认一次 123一次 123两次 123 失之交臂了跟我们 确定123不在现场 好 那你再选一个吧 100 100 100号 100号在吗 100号也不在 100号在吗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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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在 有几号在现场 好 你听见了 好 你来选择选择一个 我们直接选择一个吧 最简单的方式 呃 100 100 刚才选的是 100 然后还选这个 123 那我们的110在吗 也不在 110是你是吧 OK 来 一共挑约了几次 两次 四次 六次 哎 我要打110咯 你要打不出来的话 几次 几次 他要回答 他回答 确定是两次吗 好 是不是两次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没错 这是两次 其实三个片段当中的主题不一样 第一个呢 是更像是一个卡通人物 去收集很多的自然能量一样的一博 第二个呢 是高科技的一个 应该叫做 呃 把很多的科技连接在一起的一博 第三个是在植物园当中的一博 回去看一看我们的自然有光 真的是 非常的 应该画面感 很漂亮的一组TVC 好 第二道题 观看自然有光一博 在第二个片段中 连接线路后 点亮的是A 99%的白利卢醇 B 换量肌肤 其实这两个都有关系 只是谁是先后顺序 看你有没有认真来看 我们直接再选个号码吧 90到203 90 直接90啊 90号在现场吗 90 90号不在 我们选个号码大一点的吧 91 好嘞 91在吗 91在 这个号码好大 来 91号 告诉我们一下 是A还是B 在第二个片段当中 A A 99%的白利卢醇 确定吗 确定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没错 一博就是连接的是 99%的白利卢醇 连接之后 你就会变成 换量肌肤 恭喜你 也可以获得一份礼物 好的 接下来 我们第三道题 看一看 自然有光当中 一博在第三个片段中 中的是什么 A 青苹果 B 青梅 C 青蹄 你选吧 选个号码 92 92 哇 90 91 92 真的好幸运 92号在吗 在 这边92号 这个太简单了吧 C 青蹄 是吧 那我 再考虑一下 青蹄里面有什么 刚刚我们说过 99%的 白利卢醇 是吧 白 好 这是个加 加式题了 总之答对了 就是青蹄 OK 恭喜你 也获得一份礼物 谢谢 谢谢你自己 你认真听讲了 接下来 最后一道题 我帮一博来读题吧 好不好 这个太简单了 在丸子新选 发光礼盒中 定制小银罐的外包装 印着什么图案呢 A 摩托 B 85 C 滑板 哪一个 我们先选择一个号码 选择一个 你不要再93 94 给后面朋友们一点机会 好不好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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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吗 130 130 130号 也不在 那我就真的选 我来帮你选择一个 看在不在 因为马上一波王渣要总决赛 我们希望他666 166号 在吗 166 在现场吗 166 在哪边 这边是吗 这边中间这边是吧 好 是哪个摩托85 还是滑板 85 85 而且这个85 是不是还可以从上面 把它撕下来 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logo 对 是吧 来看是不是85 没错 就是正确答案是85 好 同样要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的 参与答题的朋友们 你们回去之后 真的可以认真的看一看 我们的自然有光 这样一个TVC 拍得非常的漂亮 也在活动结束之后 凭借你的号码牌 去领取属于你的一个 丸子星选送的礼物 再次谢谢 谢谢大家 好嘞 我还要送礼 接下来送的这个礼物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份大礼 现场我们要产生一位警礼 这一位警礼获得什么礼物 听我细细道来 来 我看一下啊 这个礼物呢 一会儿呢 会有亲笔签名的礼物送给大家 但稍安勿躁 这个礼物稍后 我们让一博在现场 亲笔签名送给你 不过既然 既然 一博要送礼物 你也会收礼物 今天呢 我们的丸子星选 在开始我们的活动之前 征集了非常多的 应该叫做你的粉丝 他们有的朋友 没办法来现场 而且很久没有跟你这样的方式见面 他们也准备了一段心理话 想跟一博在现场 来聊一聊 来说一说 叫做你的发光时刻 看一看他们有什么话 要对一博来说 来一博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王一博的高光时刻 那肯定是每一个舞台 舞感和我的世界手则 跨量的一个舞台 是一种跨量的舞感 是一种 7RT的舞感 这是我第一次去看你的舞台 无论是舞台上的一博 综艺中的一博 以及85号车手 任何时刻都是闪闪发光的 在我心中 你舞台和摩托车比赛的每一瞬间 当时高光时刻 借着你的光 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过的世界 7月17日的舞台 你将舞感演绎出了 与19年截然不同的风格 让我们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就感觉很真实 很为大动人 舞感自我 和我们感情 和畏惧 这是对这一 最好的畏惧 也是后续激励 我们的情境的动力 我每次难过 和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总能给我力量 对他的笑容 因为一博的笑容是那种 可以带动你不自觉的 嘴角上扬 让你世界明朗 今天心情都会特别特别好 那种 最近补了 这就是借我的花絮 看到了你认真而专注地 陪着一博网站的队员们 一起排练 带着他们一起磨合 一起想着 部署的目标努力 一博网站加油 作为演员的一博 小兰 空哥 云子 都是我的心头爱 去年今天节 一博说过的 我会更加努力 用努力和一些运气 更加配上这个奖 2019年ZIS摩托车比赛的时候 当你站在领奖台 举起奖杯的时候 你整个人是发光的 你真的是把喜欢的事情 做到了极致 太酷了 我是落岸的摩托姐姐 我们的家乡遭遇了水灾 你冒着风雨回来了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成年人的赤子之心 最难得 你真的很棒 你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 闪闪发光 你守护你的热爱 我会守护你和你的热爱 你守护你的热爱 我守护你和你的热爱 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辰 远隔山海与你共存 祝你永远一帆风顺 平安喜乐 顺遂无忧 平安喜乐 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 入目无别人 私下监视你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我们会一直陪伴你的哦 我们的姐姐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 平安健康 外界的声音很多很杂 但你只要赚你自己就好 王一波 你是最棒的 加油 爱你哦 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闪闪发光 一波 要开心 要做自己 保持热爱 无负时光 我都姐姐永远都爱你 希望你永远忠于内心 充满热爱 祝你永远自由自在 平安喜乐 期待接下来的 陈宇 白蕾红毅 以及杨振 希望一波可以注意身体 注意保暖 永远平安喜乐 一切顺利 没有烦恼 平安喜乐 所以我所在粉丝团 我们在唱 在南京 习安徽和为 在长沙 在日间全中 天下门 广州 在海口 云南 许敬 惠州 重庆 跟住粉丝团 天下门 在竹 在海口 天下门 天下粉丝 开心开拳 地下 特有 深宜 星哥 国磅 国磅 新婉 云南 新婉 外边 平安喜乐 來 王一博 一博回到舞台中央 這個是我們的丸子新選 通過各種渠道來收集的 通過各種渠道收集的來自粉絲隊的祝福 當然也有現場的粉絲給你的祝福 這樣好了 這是他們眼中你的發光時刻 你在你眼中 什麼樣的粉絲是有著高光時刻 或者是屬於他們的發光時刻呢 粉絲的發光時刻 對 你覺得他們也在發著光 讓你覺得他們也非常的棒 嗯 現在 現在當然是 發光時刻之一啊 我覺得 每個人的發光時刻 都有自己的 做喜歡的事情 跟願意堅持的事情 我覺得堅持做 做喜歡的對的事情就是好的吧 就是發光的時刻 沒錯 我覺得其實就像一博說這樣 每一個粉絲 用你們的方式見證了一博的 每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 我相信在他的眼中 也不一定是我 其實就是自己 做對的事情好的事情 就是發光的 這是我的後半句 這是我的後半句 總而言之我覺得還是那句話 彼此來見證一起成長 然後呢 堅持自己喜歡的事情 做自己想成為最想成為的那個人 應該就是自己的發光時刻 對不對 好 還是那句話 希望接下來一博 在總決賽裡成為最亮眼的那個仔 然後呢 帶著一博王詐去取得更好的成績 接下來 我們的發光時刻 要邀請一位我們的 呃 江女士來到舞台 跟一博給我們的好朋友去頒發 屬於他們的發光獎盃 來 邀請我們的江芬女士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二位在舞台當中 去頒發幾個 應該叫做 丸子新選的好朋友 要賦予他們的發光時刻 接下來我們先有請 張女士要頒發的第一個獎 是叫做 來 我這給妳 好的 好的 我們第一個獎項是靈感 謬思獎 好 靈感謬思獎獲獎的會是誰呢 呃 在我孩子新選成長的道路上 願意給我們更好的建議 貢獻自己對好產品的想法 獲獎的是 陳夢欣 恭喜 恭喜我們的陳夢欣 好 來到舞台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頒獎 第二個獎項是 我們的忠實用戶獎 感謝一路陪伴 不離不棄 一直認可 並相信 丸子新選的產品 和呼呼理念 獲獎的小夥伴是 周慧莉 恭喜周慧莉 接下來還有一位 最後獲得最佳發現獎的是 從品牌的誕生初期 並發現選擇了丸子新選品牌 獲獎的是趙心如 恭喜趙心如 三位已經來到舞台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一博 跟張女士為他們頒發獎盃跟證書 三位呢可以說也是丸子新選 非常厲害的我們的朋友啊 來 一博來頒發證書 張女士來頒發我們的獎盃 一人一個 三位可以說跟丸子新選 一起來成長 也給丸子新選非常多的 應該叫做 共同的發光時刻 這個時候屬於他們自己 再次把掌聲送給他們 恭喜三位 謝謝 謝謝三位 也謝謝張女士 謝謝謝謝您的頒發 接下來請三位再接再厲哦 謝謝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在舞台當中進行了非常多的環節 最重要的是今天呢要跟一博 以及我們丸子新選的各位朋友 還有我們背後的每一位 為丸子新選去付出新選的朋友們 分享這個時刻 接下來又是一個福利時刻 我們要產生一個大禮 這個大禮呢剛才說到了 是要送出一份一博親筆簽名的丸子新選的發光禮盒 以及丸子新選全套明星單品一份 我們直接讓一博在現場簽名 看看會送給誰 來有請工作人員拿上我們的禮盒 來吧就是這一邊 一博直接在上面簽名就好 現場直接送給大家 來拿起來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這一份我們的禮盒 還有我們的明星單品 都會送給各位 同樣這次你喊開始你喊停吧 看看經理會是誰 好吧 來 好 開始 開始了 停 214號 在哪一邊 就是你 來吧有請工作人員 直接把這一個禮盒 直接送給他 來吧這一邊 來直接送給這一位214號的粉絲 唯一一份哦 一博現場簽名的禮物送給大家 羨慕吧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今天一博跟大家分享到了 怎麼樣用好的方式 保持一種好的狀態 讓自己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可以 在高光時刻 接下來我們有請一博 也把他的高光時刻留給現場的每一位朋友 我們拍一張大合影好不好 來有請一博背對大家 我幫你拿麥 也有請攝影老師來到舞台 各位 可以擺出你們 最好看的笑容 我們請攝影老師看一下 一博是要蹲著還是站著 這樣可以跟大家一起來 完成這張合影 前面的小姐姐 立刻開始整理自己的髮型 哈哈哈哈 OK這個可以嗎老師 來我們倒數三秒哦 一起來說我們的 丸子星選發光時刻 來321丸子星選 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丸子星選 OK 謝謝 謝謝各位攝影老師 那這一刻呢 我相信也記錄在了每一個喜歡一博 喜歡丸子星選的心目當中 又是一張 共襄勝舉的合影 我們接下來還是請一博給大家送幾句祝福吧 因為馬上就又要開始緊張的排練 可能跟大家見面機會沒有那麼多 有什麼特別的祝福要跟大家說嗎 注意身體 然後 然後 注意睡眠 然後 多附面膜吧 多附面膜 然後才能 跟一博一樣做到平安喜樂是吧 好 我相信今天的每一位在現場的朋友們跟一博分享了一個 應該是說讓自己不光是互動 還得到了很多科學保養的皮膚的知識 再次要謝謝 謝謝我們的代言人王一博同學 還是預祝30號的總決賽 繼續一博王炸 讓我們蹦蹦蹦看到更多的好的作品 再次謝謝 謝謝一博 謝謝一博咯 謝謝 謝謝一博 下次再見 謝謝我們的丸子清水面膜的代言人王一博同學